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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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信尧就没有任何理由超越 但是根据目前的榜单排名情况来看 傅信尧不仅在人气上实现了反超 甚至在数据上直接告出单一纯三万多票 要知道排在第三名的马星仪也只不过才有三万一千票 如此夸张的票数差让傅信尧成为争议焦点 其实有喜欢单一纯的观众自然就有喜欢傅信尧的观众了 具体数量不能够仅仅从网络评论来分析 而且傅信尧作为逊风战队的主力选手 空降板当第一或许存在意外情况 但是应该还达不到黑幕的程度 所以只能够说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 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单一纯和宋宇宁排名开始下滑 看了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今年每个战队里边多少都有几位独冠热门 其中里坚战队的单一纯和宋宇宁 就是互生最高的两位选手 而且从盲血阶段开始 单一纯和宋宇宁的人气就居高不下了 尤其是单一纯已经隐隐有了冠军项 如今突然人气下滑实在是意料之外 至于宋宇宁跌落到第七名位置 这就真的有点后继发力了 早期宋宇宁的原创给观众带了极大惊喜 但是看到现在很大一个问题就在于 宋宇宁的身上挥去不去了 那就是歌曲同质化严重 这其实是很多原创歌手的通病 特别容易吸入到某一种感觉里边走不出来 此前网络里极具代表性的隔壁老玩 就是典型例子 作品虽好但是几乎都有一个味道 现在的宋宇宁如果不能够顺利解决一点问题的话 那么恐怕后续的流失的人气还会更多 除此之外向立春战队的种子选手攀红 也有大幅度排名下滑 直接跌落到了第17名 不知道对于整个战队而言会不会有所影响呢 最后希望每一位选手都能够越来越好 只有这样 最面的中共好声音才会越来越有意思 人气只是一个参照物 代表不了个人能力 相信他们后续的比赛里会有更多的精彩表现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